香港新冠肺炎疫情持续已半年有余 受疫情影响 企业停工 学校停课 逾24万人失业 因此长时间居家成了近段时间 多数港人的生活常态 这对于王女士一家来讲几乎是磨难 王女士一家四口住在位于香港全湾的一座老楼里 全屋只有十平方 王女士一家已在这居住了两年 每月租金4500元 应受疫情影响 居家时间变长 水电费开支是2019年同期两倍 王女士丈夫是不固定的散工 受疫情影响收入大幅下滑 各种开支增大对王女士一家可谓是雪上加霜 为了省电 家里白天坚持不开冷气 为此装了八部电扇降温 很少出去 我们也没在外面吃饭 就有时候出去买菜就买了就回来都在家里 反正在家里待久了 特别我先生他没工作做 心情就会很不好 因为压力比较大一点 有时候小孩子之间如果有什么场 我可能就心情更加不好 会产生一些矛盾 夫妻间也会有矛盾 跟小孩子间也会有矛盾 王女士一家的情况仅仅是众多香港 汤房家庭的一个缩影 汤房是香港出租房的一种 又叫防征房 平均居住面积是7到13平方米 一般是整家人住在里面 空间狭小 卫生条件差 为防疫带来巨大挑战 香港大部分的汤房都是布梯房 每日要趴七八层楼梯 楼道阴暗潮湿 各种电线设施老化 已存在严重的安全隐患 香港新家园协会企业发展总监 杨伟坤表示 目前香港住房问题严重 公屋沦厚时间长 租金亦不便宜 新家园持续关注这方面问题 希望之后能落实到户 为更多汤房家庭带来帮助 因为经济比较困难 交租我们在4至6月期间 帮助287个家庭 申请287万的钱给他们交租 这是经济上直接的支援 除此之外 我们在未来的两年之内 我们的目标 都是希望将我们所有接触的劏房 每家都希望尽量去探访 了解回家庭环境的家居需要 亦都会提供一些申请社会资源 去帮他们改善家居环境 社会各界的携手相助为困境中的王女士带来一丝希望 她相信香港一定会战胜疫情 最大的愿望就是能住上公屋 看着很多人就觉得 但是就想着至少我们是健康的 健康的 有着身体在 以后慢慢的就会好起来了 也相信政府肯定有这个能力 慢慢的好起来 也像晚年那样就可以了 就是很想一个房子在香港 能够分到公屋睡好了 然后就不愿意交房住 一年也省了好几万块